台四舊省道旁广告刊版 斗大的标题潮席金 不是哪里的件案特别便宜 而是有一家八口被人指控 全家都是二职诈骗 这个不算广告吧 你觉得是什么 淘汰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淘汰 我先自己拿出来 公里有这个亲身经历这样吧 路过了民众觉得怪异的同时 也多少有些好奇 这刊版悬挂的地点 就位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上 上面斗大的写下 二职诈骗一家死 下面附上八张大头贴 碟名公司负责的人跟对方父母 要他们答应的事情 别一直跳票 最后一行则是标注 这广告会延伸到美农 凤山和某间面店 这样是不太好 可是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吧 有啦 把名字拿出来 比较那个 实际来到被指控的公司 铁门和外墙 都有明显被人迫弃的痕迹 里面似乎早已人去镂空 这件都没人出入就得了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 我没有看你出去吧 哦 至于文安州被提到的面店 业者说这砍板是他们前缘工化的 但根本不知道他跟对方有什么样的纠纷 无故被牵连也已经保持处理 如果他讲的是事实 也许这些被害人不能去主张他是诽谤罪 但是还是可以对他主张 违反各资法的告诉 还有民事的损害赔偿 以及请求他将广告撤下来的这些权利 也算一下看板的开销 位置的租金一个月四千 制作费落在两万元上下 上架广告请吊车一趟六千 租约到其下广告一趟也是六千 第一个月最少就得花三万元 花大钱又冒着违法的风险 也要张贴这样的看板 但有周分还是应该走合法途径 违法公告人家个资已经离亏在先 东四新闻无过生在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